朋友们好,很高兴访问HT News台湾频道,现在,苦心人天不负。主流媒体终于认可了肖战,但又为什么会认可肖战?有志者,是敬成,破釜沉舟,二百情关中属主,苦心人,天不负。卧心长胆,三千月甲可吞吾。这是明末抗清领袖金生血的对联。 自从娱乐圈发生了敖三事件之后,敖三事件长期占据微博百度。头条等网站首页,肖战成为了娱乐圈最有争议的人物。而某些主流媒体对肖战的沉默不言,甚是不满,凤凰网娱乐曾经微博发文。 时问肖战。随着时间的日积月累,时间慢慢淡化了敖三事件。最后以肖战真诚的道歉,宣布了敖三事件的结束。 近日,某位网友在中国新闻周刊看到了精彩的一幕。肖战与李在荣三星集团掌门人,博索纳罗巴西总统,董明珠格力集团董事长,曾光科学家同在中国新闻周刊内页上。 李在荣、博索纳罗、董明珠、曾光,都是商界、政治界、科学界的翘楚。 而肖战作为娱乐圈的唯一代表竟然能与这些行业翘楚在同一杂志上。 说明中国新闻周刊已经高度认可了肖战。 而中国新闻周刊是中国新闻社主办的综合性时政新闻刊物。 中国新闻周刊距今已经有二十余载。 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杂志移动排行榜中名列前茅。 肖战为什么能够获得中国新闻周刊的认可呢? 原因有很多,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努力。 周华健曾经在节目《中国梦之声》上评价过肖战,肖战为人真的很难得。 那种谦虚,那种认真,那种努力,所以成功真的不是偶然的。 我曾经与肖战合作过陈情令,他的努力我是亲眼所见的。 肖战悲台词非常的用功,演戏精益求精。 拍戏没过或者感觉不好就要再来一遍,直到满意为止。 所以才有今日大家看到的陈情令,今日大家看到的魏无限。 肖战进入娱乐圈以来,非常的刻苦努力,面对挫折之难而上。 坚持到底,永不放弃,所以才有了今日的成绩。 爱迪生曾经说过,天才就是99%的汗水,加1%的灵感。 其实哪有什么所谓的天才,只不过天才在背后比别人更努力罢了。 天才就是无止境刻苦勤奋的能力。 希望大家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上,都要努力努力再努力,为什么要努力? 因为泪是酸的,血是红的,努力来的人生是最美丽的。